我们把焦点转到日本 东京一家游戏研发制作公司 去年推出了线上游戏 刀剑乱舞之后 在电玩市场掀起了一股 追捧刀剑文化的热潮 数百名发烧友在过去的周末 聚集在东京公园 人人手里拿着以泡棉制作而成的刀剑 化身武士 大玩剑斗游戏不亦乐乎 这场没有后顾之忧的刀剑大斗法 吸引了大批大人小孩参与其胜 主办单位强调 活动的宗旨不是鼓励或宣扬暴力 而是要让大伙有机会体验 手握刀剑的趣味 也换个角度向社会灌输 维护社会和平安定的重要性